第295章 长倒众人推 二 刘大夏自然感受到魂志皇帝的怒火 他深深地低着头 不断地说 神万死 很明显 他不敢反驳 也没办法反驳 畜生 魂志皇帝懒懒地挖着刘大夏 脚一抬 狠狠一脚就跌了过去 他从未对大臣亲自动过手 但是今日 他实在忍不住 这一脚 直接咽到刘大夏的后脑 刘大夏的头失去了控制 咚的声 持颜狠狠地扣在铜砖上 他的颜头即时血肉模糊 鲜血巴巴声扭 他不敢去骂 任由鲜血顺着臉流落 整个人好像死狗般发出哀嚎 可惜 再都没人同情他 方鸡凡 你羡慕我 你那就是推我去死的 那又怎样呢 方鸡凡冷眼旁观这一切 其实 楼帝下烧毁海淘 讲到底都是出于私利 还只是单纯地想获得名声 那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三宝太监不申精力 已经被楼帝下含乱烧了 单凭这个 他就已经死不足惜了 来人 带下去 看额是北镇虎师超欲 告诉木贫智三日之内 尋要他的口供 楼帝下绝望 他原本以为可能自己最惨的下场 就是罢官或者是致时 但他慢慢没想到 他的结果竟然是招勇 即使是木贫指挥使智霞 敢以为再不服以前的懒号 但是一旦陛下亲自下旨捉拿的阴返 但凡入了去 就是生不如死 他不停地开口求要 陛下 要命了 可惜没有人理他 一帮殿外的教卫冲了入来 将他拖起 如同死狗一样将他拖出去 陛下 陛下 楼帝下的哀嚎越来越远 但在满殿盆身 就再也没有人肯为他说话 即使和他很熟的人 自始至终都是冷眼旁观 好像他只不过是一个三宝人一样 昂照皇帝愤怒之后 心吸了一口气说 没有了海图 没有了造船的资料 那这一切都必须要从无到有 没有了前人的借监 没有了老祖宗的经验 这个海都是要下 这样吧 兵部 你先拿出一个制定下西洋的方略 要快 各部要予以协作 尤其是护报 不要怕微费前量 文皇帝可以下西洋 朕也可以下 文皇帝可以从无到有 朕也可以 阿神遵旨 马文星没有犹豫 他很清楚 下西洋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了 谁敢阻拦 那就是死不足色了 李东阳身为护报尚书 同样出班 好正众地开口说 老神先做个许乐 兵部制定章程的时候 前量的事 不必考虑其中 如何尽快乐神下西洋要紧 缺银缺量 互报千难万难 要难 亦只难互报 再难 亦总会有办法 公报尚书洪忠 亦都站了出来 他曾经是四川的岸策士 总督国继州军武 一生的经历 和当初的兵部尚书洪忠差不多 都是在地方上磨砺出来的 因此 对楼大厦 萧毁海途之事 早就有不满 对洪忠充满了同情 这个时候 他开口说 公报会想尽一切的办法 正无能攻考障 在福建 广东 光泽等地 本来 还有不少的老障人 口耳相传了一些 做海船的秘术 神明人努力探访 看看可不可以走得通 洪忠对此 心为忧虑 做船和做海船 是不一样的 楼大厦销毁的 乃是远航海船的资料 何其的宝贵 这汪洋之中 风浪极大 所以如何加顾船身 如何保证船上的补给 甚至是遭遇了海察 应该如何作战 还有哪一份有海盗 哪里有淡水 可以补给船队 哪里可以停船 海上什么季节 风浪大 你每一个资料 当初都是用人命堆出来的 公布能够做的 就是趁着当初最后一派 下西洋的船将 水手门那里 想尽办法 从他们那些子孙那里 去搜罗一些资料 云资皇的面色 这才缓和了些 只是拎了一头 然后就叹了一口气 说 唉 有劳朱卿了 他已经没了心情了 外面的天色 已经夜了 涉及下西洋之事 凡有咒报 无论何事 要立刻情报入宫 朕都要亲自 一一过目 大起大怒之后 云资皇帝面上 略带疲倦 他深深地望着方继帆一眼说 方继帆献番鼠 使我大明百年再无碎鸡之还 这个是大功 等到有朝一日 如果真的可以找到 那些珍珠米 粟米 方继帆依然计为头功 朱卿 天色不早了 且告退吧 说完 他就转了身 众臣要告辞 但是云资皇帝就突然转过身来 对着方继帆一字一句地说 唉 对了 带来的红树 痛痛留下 哦 神遵旨 方继帆的心里 感慨 这一世 你们去哪里找珍珠那么大的米 某产霸舌的粟米 这些功劳 是我方继帆看来永远都得不到呢 然后 他就兴奋起身了 还在参与嘛 在下西洋的过程中 可以一次次地锻炼海原 可以不断地改进造船技术 可以令整个大明 将这个世界看得更加清楚 可以加强更多的交流 取长保短 融会贯通这种事 方继帆不是吹水 康民族 一只手指 都可以吊打同行 匆匆带着一帮教卫 从五门出来 将上一帮人 紧紧尾随着方继帆 一个个喜笑颜开 那个总旗官杨达 就在那里数着手指头 不断地和身边的人 在那里继着 他这个世袭千户 多有前途 能够和子孙们 带来多少大米 多少缝绿 方继帆在宫里面 一路出来的时候 一直都谷住 很不容易出到五门 他就提起脚来 狠狠地踢了杨达一脚 然后冷声提醒 这个四祭包 米家都要暴跌 你还在那里继你的大米 以后有点出色好不好 这一脚 直到令杨达趴下 如果在西山扑了一脚 在泥地里面都没什么事 但是这条御道 下面是铺钻石的 杨达的膝头哥 即时就被磨损了 他痛得咽咽咧嘴 连望委屈地说 比亚鬼死 拉到一边去 真是恨人真的 方继帆对着他 很不耐烦地挥了一手 好好的 杨达很乖地点了一头 嘴角微微上扬着 这条人心里面 在偷笑 他向着方继帆行了个礼 连望站得远远地 不敢靠近方继帆 第二百九十六章 不申荣耀 但是这百户所上下 包括了杨达 就没有一个人 敢怨恨方继帆 在其他的地方 如果是上官苛刻 大家难免会有所怨言 但是方百户不同呢 方百户虽然苛刻 但是他就是一个 有办法的人 不单止有办法 有了功劳 他都会尽力保证你 所谓上阵扶子兵 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你经常看着 做爹的吊起身打个儿子 但是有几个儿子 真的会怨爹的呢 究竟原因 是因为打归打 但是做儿子的就知道 这个爹虽然会打你 但是他有了好处 都会第一个想起你 因此 扶子之间 除了血脉相连 有的 就是这一层信任感 现在 方继帆就是他们的爹 随便打 打了你还要防 那又不是阳达他们下战 而是因为 他们相信 打归打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 方百户 是不会虽待他们 即使是上了战场 如果自己身后 需要有一个人 那么他们都希望 站在身后的那个人 会是方继帆 方继帆 后面有人唏嘘地追上你 方继帆和张迅等人年轻 走路都走得急 而且官场里面 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 就算是出宫 也要位高权重的老神 走在前面 年轻的官员 就不敢超越 只能跟在后面 慢吞吞地走着 但是方继帆就走得急 张迅等人 自然就乖乖地跟在方继帆的后面 并不敢落后一步 不管怎么说 他们要跟着方继帆 方继帆才是他们的医食父母 听到身后有人喊自己 方继帆不由得停下脚步 一回头 就见到兵部尚书的马文星 嘻嘻嘻地追上你 方继帆不由得畜微 仅视着马文星 有点疑惑地问 不知道马尚书有什么事的吗 马文星一边扯着气 一边就上下打梁方计犯 本官 本官 心里面 没底啊 什么 没底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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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米 和 珍珠米 果真 是有的 真是吧 朝廷一旦下西洋的话 那 那就要发大力气了 方继帆深深地注视着他 然后就一面认真地说 马尚书 你就敢远信不过我方继帆 你将我方继帆 当成了什么人 我方继帆 一向都以诚信为本 这一点 天下皆知 你竟敢于侮辱我 马文星 并似乎都觉得言过了 当面质疑人家今天侮辱 于是他就开口说 三杰白 本官的意思是 不用说了 你不单止侮辱我 还侮辱团田所上下的将士 方继帆面色一寒 口气都变得凌厉 话里话外都透着笔语 马文星心头一震 望着这帮一面懵逼 有衣衫蓝楼的一帮老龙 心里面在想 马文星 敲手点头 略大抱歉地开口说 方继帆 轻轻地点了头 就不同的计较 面色都是缓和了一点 下一刻 方继帆突然醒到些什么 然后再开口说 其实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刘大夏 他真的将所有的海图都烧了 他是朝廷命官 烧了那些海图和资料 只不过是为了彻底 撥息汉中 和所有希望下西洋的人 心中那团火 而令到他们彻底绝望 但我深信 刘大夏一定不傻的 他毕竟是朝廷命官 将那些海图和下西洋的资料 全部都烧了 不追究还好 他可以赚回个美名 而一旦追究 说不定 就心败命令 所以我在想 他应该留了一手 有避无患 马文星心头一震 即时明白了些什么 马文星心心心地望了方继帆一眼 很赞同点了一头 然后就含笑说 我猜 敢依为那里 会出答案我们 如果 那些海图 以及是文童 都在那里的话 这样 实在是我们大明之行 方才 你为什么不在电上 说呢 我刚才醒起 其实 方继帆早就醒起身 事实上 后世的史料研究里面 一直对此有很大的争议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当时东南的走私 极为猖拳 以至于大量的走私商股 亦相亦倒 走私商股的南船 规模很大 其技艺 也都十分高超 而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 这些不断壮大的走私海盗 亦就是人们 常常称之为倭寇的人 几乎已经制霸了 整个东方海域 八年之后 乘袭了走私商艦队 海察首领 郑之东 率领艦队 和当时的海员霸主 荷兰艦队 决战 一举吸引了荷兰艦队 重创 由此可见一帮 方继帆之所以没有在电上说 理由很简单 我们的刘君子 现在不是就未曾遭受 錦衣卫的号刑吗 又怎会一下子令他招工呢 做人要厚度 这些功劳 就没有必要和錦衣卫去抢呢 不见方继帆是个三观好正的人 马文星振奋起身 哎呀 敢于此 浅量的好选 就可以过至最低 实际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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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里面放光 面容里面都描映着羡慕之意 立石坊 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 这个东西 是名遂千古的 读书人最体重的 就是这种名声 这就相当于 那些妇女们 都以立精捷牌坊 为不申名要一样 马文星面红耳赤 看着方继帆 窄窄清窄 哎呀 自己这个兵部上处 怕是这一世 都和石坊无缘 就不知道 等我死了之后 还可不可以 治愈过什么时候 那样而已 方继帆听到之后 块面即时拉了下来 在心里面疯狂吐槽 石坊有什么用啊 还不如风水来得实在 哎呀 真是心痛到 自己无法呼吸了 然后他就板着臉说 哦 走的了 转身就带着张迅等人 走了 马文星站在那里 有点尴尬 自己又说错了什么 你以前有 还真是好像传闻那样 一点礼貌都不识 不过 如果有礼貌 那就不是方继帆呢 本来马文星对方继帆 就不会有太高的期待 这个期待值 都低到人格的底线 已经和禽兽没什么分别的 这个时候 虽然方继帆 是摆了面色给他看 带人扬长而去 但是马文星就劣住 远远地望着方继帆一帮人的背影 摇头仿怒的 他已经都不觉得生气了 反而在那里喃喃地说 你一个方继帆 都没想象之中这么差 至少你偶然 还可以好好地说说话 那些喜欢港人是非的人 比我全力 真是抵死的 走远了的方继帆 可能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这样无礼和傲慢 得到的 居然是五星好评 第297章 震动天下 一 这个时候 方家就热闹起身 指以一下 阴似的石方就立起身 公布亲自督祖 看上去 没有偷工减料 威风凉凉的样子 几乎占了方家门前 差不多一半的街道 对面的院长 都不得不疑位置 向里面缩了一下 那石方上面 尚书 忠征胆志 四子 这是武神最高级别的中义牌坊 飞立大公者 是绝对得不到如此高的评价的 为了你中义石方的揭幕 顺天虎 虎吻 亲自赶来 宫里面 都来了太监 除此之外 英国公张茂 带着陛下的阴命 又来宣读了一番旨意 方家门背着手 抬头 看着你异娥的石方 有一种做鸡的松祖梁 还得了精致牌坊的感觉 酷笑不得 这个东西又不吃得又不饮得 就一个荣誉 好大公里面都给些十位 真是心疼 就这样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心血 方家门他觉得石方没什么用 但身后 黄秀仁等人 就个个都眺望着石方 莫名感动 石方啊 文神和武神生前的至高荣誉 因此真是我的铁毛 念多轻轻就得此荣耀 自此以后 四香百里 左轮右舍 谁不敬重 将来这些 都会记录入院志 府志 乃至于国市 流芳千古啊 唐人哭了 女眼婆娑的 紧然到 掩着一块面在那里哭 方家门被这么哭 客外了 周着眉闻 喂 你们在那里哭什么啊 因斯献上红薯 拯救黎民百姓 陛下 慷慨 似恩师石方 精表恩师 黑黑公职 天恩豪荡 恩师 学生是为恩师高兴 高兴啊 唐人的锦掩之言 也都引起黄守仁等人的感慨 纷纷眼睛湿润 这个石方 就和大臣们死时的嗜好差不多 历史上 堂堂宰父 已经做过了内阁首富大学士的李东阳 在重病微楼之际 竟然听说皇帝要赐予他文正公的嗜好 这位本来就行张就木 慰极人神的李大学士 居然直接从病床上弹了起身 伸龙活虎 方其凡既懵B 又想死 这个 不是就是个三好学生的掌座吗 说得这么好听 卑下 给些十位好不好 突然 方其凡想死 他眼角 竟然都有些少泪光 旁边的人看到 都纷纷点头 纷纷疑论 你看看人家的司徒之情 真是感天动地 而英国公仔在旁边落瞌瞌瞌 猛地一拍前例观礼的太监 那浮扇大的手掌 拍在这个太监的肩头上 那太监的身高 即时矮了一致 整个人差点没趴在地上 喂 刘公公 老夫跟你说了 这个老夫欺骗个儿子 当初老夫是怎么跟他说的 嘿嘿 你知道吗 那太监揪着肩头 想死 但是还要陪着笑 地医着牙 哎呀 算了算了 哎呀 说了你都不明白的 然后那太监就小心翼翼 看了张某一眼说 某匹还没恭喜公爷 张家又多了一个小白爷 全京师 又谁不羡慕啊 对了公爷 开封那里 如果公爷收一封书信去 周皇殿下 张某一不沉住的臉 所谓的开封那里 自然是自己的亲家 周皇呢 自己的媳妇被骄走了 那个周皇实在不太厚度 前几日 他都是忧心愉憤 真是丢架 堂堂的国公府 居然要蒙受如此耻辱 但是他现在呢 只是抱着手懒笑 完全一副不在乎的样 售书 售什么书 哼 我们张家的男子 好玩无妻 他周皇要和我老张 恩断义绝 哼 断不断 有本事 就不要将人送回来 大不了 就休妻了 我张某啊 哼哼 张某一眼 懒笑 真是意不得 所有人都能够听到 毕竟上一次的事 差点就令他抬不起头来 都不是好欺负的 哼 整个惊思都已经沸腾了 某产三十食的粮食 那已经超出了 所有人的预料 可以说是 颠覆了人的想象范围 一时之间 人们议论纷纷 不相信的人 自然是大有人在 但是当团田百户所 升格成千户所 方继帆成为了千户官 皇帝阴次石方 张富百户张信 戚风百雀 升千户 其余人等 各戚世袭千户 百户 这个时候 已经由不得人不信了 这个是真的 珍珠都没这么真 户部已经寻想了团田千户所 自然是为了黑壇 推广番薯的事 这些千户所里面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教委 历史 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乡伯伯 整个京市已经颠了 至少方继帆 在短短的两三日之内 就收到了数十张拜帖 京中的猴雀 和白雀 府邸 为数不少 也都有一些朝廷命官 人 是会看风向的 这些公侯们 都有子弟 而这子弟们 都不是每一个 都能够有什么大出色的 哪里能够立功 自然就将自己的小孩 收到哪里呢 这个团田千户所 既隶属于亲军 现在风头正境 跟着方继帆耕田 推广番薯 将来运作一番 纵受武功奴和支离 可以说 那不是很多官患子弟的去处 于是乎 方家突然凭空出现了 很多细胶 有些就是说 和方景龙是老兄弟的 有些就是说 当初方景龙的阿爷 在土木堡之战中 大军溃败 方景龙的阿爷 又屈到脚 是他背着回到京师的 还有些死不要面的 可能比较年轻 但是比较年轻 年纪更大了些 你门帖的抬头 就变成了方兄 方景龙就在这想 什么好熟吗 叫方兄的了 然后 方景龙就病了 脑就腹化 顶不顺 虽然方景龙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都教不住你满城的功后 跑来冲室子弟 既然玩不起 今天只好扮死 是不是扮病 保护所要升旧为千户所 除了原有的人员要升旧之外 还需要从国卫所抽调禁卫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旦翻树推广开来 量食增产 朝廷国库必然封印 到时候 就是随手可得的大功一见 何况 那还不用去博杀 只需要付出一些辛苦的汗水 并不需要流血丧命 这样的美猜士 谁人都会眼红的 连经里面的权贵都不例外 既然方景龙病了 那你照顾的事 也就落在张顺的身上 但实际上 全部都落在英国公张茂的身上